台大法律系把台灣的經濟 完成了 這句話你同意嗎 這是韓國瑜特殊的一個 政治的風格 我這樣說 我說韓國瑜有幾個特性 不是現在我們用 現在所熟悉的一些政治人物 可以理解的 第一個他是軍人 軍人 第二個他是政治浪人 他已經離開政治主流很久 所以你說要用現在 這樣幾十年在政壇 都是大家這樣擁抱 呼喚 你說這個分析架構 我沒辦法分析他 當然 不能分析 我認為韓國瑜講這個話 第一個不是這個太嗨失言 不是 有想過的 他是深思熟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深思熟慮 但是我判斷 他是深思熟慮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一個 選總統的一個戰略 什麼戰略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過去柯P創造台北的 一個奇蹟的一個戰略 他就是把過去完全否認掉 垃圾不分藍綠 對 所以把過去通通否認掉以後 現在台灣有大概有 兩成五到三成的反政黨的票 會對他有所期待 所以他是在擴大 他現在跟柯P的競爭的態勢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壓幾柯P 他知道他拿不到深率的票 拿不到民進黨的票 但是他必須要鞏固 而且要深入這個所謂 白色力量的這個票 白色力量的票就是反政黨的票 簡單講就是反政黨的票 他這樣做就完全可以突破 這個所謂柯P的防線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他這一個 所以他應該加一句 台大醫學系在台北市 也沒做得多好 後面他也會講 所以我是覺得 他這是一個大戰略 你不要把他說 人來風 人追 黑白講的 NO 我覺得他是一個大戰略 這個跟軍人個性有關係 事實上韓國瑜 因為他這一次在高雄的成功 他不會分了頭 他不會認為說 我高雄我現在這樣親一下 他知道這個要撐住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必須要不斷不斷 他等於是在死裡作戰 在死地裡要求生 那不容易 所以他現在這個戰略 事實上民進黨 現在碰到的最強的還是韓國瑜 那個誰 郭董 大概我覺得他是國會選 所以他這是要挺他 他會是韓國瑜最好的政治導師 因為他的國際觀 剛好可以補韓國瑜 有的時候在搞這個 國際特殊微妙關係 得一個不足 你看他講得多好 和平 而不是靠 國防是這樣靠 靠和平 不是靠美國 因為靠美國 中國馬上 有那個網路就是說 還是國防靠美國 你怎麼騙錢 對不對 國防靠美國是在諷刺 蔡英文總統嗎 不是 他就是去美國講這個話 所以他大概說 我也是親美派的 不過基本上這個 這個標準還不夠強 也就是說他不夠圓融 在國際的這種複雜的關係 裡面不夠圓融 所以郭董算是 我認為他就是韓國瑜的 這個超級大軍師 而且是超級的後援大部隊 至於韓國瑜的 這個所謂競選團隊的不足 說整個說 歡樂不足 你國民黨跟沒有什麼好人 好的人選 你說我聽 鄉蓋 你國民黨什麼人最好 來做未來的這個行政議長 有沒有 沒有 有 哪有 像 朱立倫也可以 拜登美國要選總統 他怎麼會去建議 韓國要選總統就沒有朱立倫 我的意思是說韓國瑜不會再用 不會再用傳統政治人物 他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說他沒有 我們國民黨沒有人才 在他來看 我們至少不會 這個行政議員上打總統對不對 至少不會這樣 這一些台面上的人 都不是韓國瑜認為 未來不鬼混的 台灣政治的可能人才 你說他說要告別過去 其實也都要重新開設 所以他這個是大戰略你知道嗎 我不擔心他的人才不足 原因是什麼 他只要事做得夠強 人才自動會過來 自動會過來 我跟他說關心台灣人很多 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韓國瑜的四人之名 韓國瑜有沒有四人之名 他如果有四人之名 他不怕沒有人才 怕的是撿到一些奴才 撿到一些蠢才 你的四人之名 如果沒有發揮出來的話 你不能把人才用在 你認為最佳的一個戰略位置 可能你的團隊就有離離落落 如果說韓國瑜批評三位前總統 是一個選總統的大戰略 大的作戰思考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2020 要國民黨徵召韓國瑜 這件事情越來越水到渠成 最近很多人在討論韓國瑜的心態 都從他的發言 比如說前兩天 那麼僑胞讓他說 救台灣選總統 救台灣選總統 他說明年1月11號台灣見 大家就認為說這是一個通關密語 1月11號為什麼要跟你在台灣見 其實你看 其實從台灣到海外 讓他選總統都會有前面三個字 救台灣選總統 就是台灣要有人救 不要再繼續沉淪下去 這個沉淪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大家都是會關心到 台灣未來的一個競爭力 還有經濟的發展 所以當韓國瑜講到說 說過去的三任總統 當然他講到台大法律系的 這三任總統 把台灣的經濟完殘了 那麼他這樣的想法 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救台灣選總統有一定的連結 我認為有一定的連結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台灣的經濟這麼糟糕了 而大家希望你能夠出來選總統 然後你告訴我 你只是說把那三個 台大法律系畢業的總統罵一罵 罵完之後對不起 我也無能為力 這感覺好像也怪怪的 他就不需要做這樣的 一個評論或批評 韓國瑜不管是從 他今天去講這個問題 去講到這個經濟過去20年 雖然過去這個他都有講過 可是更完整 而且在喬宴上去講這個話 我認為這個是跟 舊台灣選總統 是有遙相呼應的 是有遙相呼應 不然其實整體的台灣的經濟 他可以講我只是高雄市長 我把高雄經濟就起來就好了 然後另外我真的覺得 他有戰略上的考量 講這個話其實最大的對象 我就說最應該擔心的人 就是柯文哲 外行的看老闆 來看門道 看真正的這個重點 請大家注意到 美國現在的喬社 除了台喬的喬社之外 大概已經不差中華民國國旗了 都是差五星旗 你看看韓國有多細膩 他是帶著大面的國旗去美國 開這個僑宴的時候 國旗就要攤在後面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要選總統 所以國民黨還在那邊 無沙沙 我覺得 現在是 你現在應該情勢越來越明朗 很明朗 很明朗 民進黨這邊要趕快備戰 你們到5月22號才能明朗 我都知道 現在民進黨 我們會討論到 民進黨現在一團亂 你說德軍英軍 我跟你講 全軍互摸我跟你講 你不要亂預言 待會回去黨紀處分 韓國瑜這次看起來 像是在挑戰馬英九 這樣子的做法 對於國民黨內部 會有其他的效應發生嗎 我覺得其實韓國瑜這樣講 其實不託他一貫的講法 他所謂的韓流就是民心跟民怨 我覺得他就是把民心跟民怨 表達出來 這是一個接地氣 因為坦白說 你看他這次把這句話講出來 很罕見的三任總統 通通對他的話來回應 這個規格真的是非常高 所以是一個總統級的批評 然後引來總統級的回應 每一個總統 辦公室都回應他 這個規格實在太高了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回應 都沒有達到重點 因為韓國瑜 韓國瑜說的是一個人民的感覺 因為人民這20年 的確我們20年前 台灣是四小龍之首 現在變成四小龍之末 我們經濟的確是退步 到底我們的國家 拿出什麼辦法出來 沒有 結果每個總統的回應 都是用數字來回應 我們看到陳志忠講法是什麼 陳志忠說 他爸爸在當總統的時候 經濟成長率是4點多 馬英九只有2點多 蔡總統說什麼 他又招商幾千億 12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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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少那麼少 講這些數字 大家都沒有感覺 然後今天吳敦毅主席也跳出來 吳敦毅主席其實有點怒 他說韓國瑜也在侮辱他 因為他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經濟成長率是10點多 可是你這樣講 他也是在回應陳志忠 因為陳志忠說他4.8很高了 吳敦毅就跳出來說 我10點多比你更高 對 但是大家舉個數字 可是我們是一種感受 就是大家去市場走一走 大家去商家走一走 你就會感覺到 經濟到底是漲還是跌 所以這是一種人民感受 韓國瑜講出來 其實你把政黨撇開來 的確很多人是贊成 他這樣子講法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感覺 當然韓國瑜現在一步一步 被大家推往總統的候選的位置 不管是國內兵黨黨內也好 僑胞也好 或者是所有的人民也好 這的確是一個趨勢沒有錯 可是當他越往總統的 候選的位置走的話 的確他遇到考驗也更多 就像他這一次也被放大鏡檢驗 比如說他坐個遊覽車 一個半小時沒有辦法 到達早餐會的場合 或者他不斷的 可能身體有一點狀況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韓國瑜在下遊覽車的時候 外套不見了 然後佳芬姐怒了 然後問誰戶說 外套呢 誰戶說不知道 然後佳芬姐說 你是來旅遊的嗎 所以這種感覺上就是說 慢慢 但模式還要再鎖緊一點 鎖事還鎖緊 大家對他的檢驗會越來越深 我感覺到 假設今天韓國瑜韓市長 他要開始選總統的話 的確是有一些狀況 我覺得站在我們基層 我們要提出來呼籲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團結的問題 整合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民進黨應得大戰 兩軍對峙 的確有非常多的負面火花出來 我們國民黨 因為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彼此之間的一些競爭 所以在各自的支持者 也有產生這樣的狀況 等一下我們可以繼續再講 也用辦法在最快的時間 快速整合 讓我們團隊可以變成 韓國瑜韓市長的團隊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因為大家看韓市長的身體 一直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充分的休息 從他去年開始選市長 到現在拚命的招商 到最後他要去選總統 這段時間他身體沒有經過 一個長時間休息 所以他身體一直出狀況 所以你看他到了美國 這樣子一個密集的行程 好幾次是因為身體的狀況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進行那個行程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需要 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休息 第三個我覺得在論述方面 因為選市長的論述 我們可以非常的簡單 清新 容易了解 可是選總統口號出來 大家還會想要了解 你的政策白皮書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 大家在論述上面 可能更精進一點 就像他這次提了20個字 坦白說這20個字 是非常容易記 而且也點出了一個 國際縣市的問題 他實際上是 四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跟台灣 四者的關係 然後他把它排排看 美國的話就是國防 日本就是技術 市場是大陸 努力靠台灣 他其實就國際縣市來講 是講得非常好 可是郭董 郭董反駁 郭董反駁他不是在講國際縣市 他講的是一個本質的部分 國防是和平 技術是靠研發 市場競爭 命運自己 其實他們兩個講的是沒有衝突的 可是你看這個 韓市長一講 郭董這樣一回應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高下之分 我覺得其實 我不是從這邊看 可是的確在這個論述方面 我覺得應該要再更精進一點 修律姐 我補一句好不好 就是這句話 就是所謂的四靠 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市場靠中國 努力靠自己 這二十個字 剛剛有人講說這樣可能不妥 或怎麼樣 我的看法是民眾聽得懂 你今天郭台銘董事長講 那四句反而大家 你現在再背一次 你背得出來嗎 但是再講一次 國防不是靠美國嗎 馬一九前總統 阿扁 還有現在蔡英文總統 不用拜託美國賣飛機給我們 賣坦克給我們嗎 國防不是靠美國 愛國者不是美國 現實他講實話 你說這個東西對選舉有傷沒傷 OK 因為不同族群的看法感覺不同 所以說 平常的文化 發展